全民心娱乐 两人在公开场合的同框场景虽然为数不多 但在私下夫妻俩经常是如影随形的参加各类聚会 在旁人的镜头里是相当活跃 近日刚刚杀青新剧的林心如就陪着霍建华约着友人聚餐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霍建华和林心如装扮的日常随意 和朋友们亲密无间毫无疏离感 饭桌上的霍建华似乎处于微醺状态 脸蛋红扑扑的状态确实好到初期 虽然婚后老干部霍建华也不出意外地走上了发福之路 体态更为壮士 但精神却始终绝朔 这无疑就是我们口中所说的幸福飞 一旁的林心如依旧亲切随和 笑容甜美 披肩长发造型显得清纯可人 足以看出私下的保养工作做得十足到位 夫妻俩同框的画面真的是甜度爆表 分享照片的好友还透露了两人在饭桌上聊了一些演艺圈趣事 还聊得非常开心 也透露当演员不容易 尤其林心如和霍建华都非常努力 也非常敬业 这位好友还晒出了大合照 然而有一个人令网友注意 在合影中 有眼见的网友发现 林心如的亲弟弟也在其中 弟弟和姐夫霍建华站在一起 霍建华的手臂还极其自然地搭在弟弟肩膀上 足以看出两人关系亲密倍加 霍建华对自己的小舅子也是细心关切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 林心如的弟弟也是眉清目秀的一枚帅哥 简单的寸头造型清爽俐落 戴上眼镜更显得斯文儒雅 笑意盈盈的模样尽显温柔 眉眼之间和林心如着实高度契合 论相貌 似乎丝毫不比姐夫霍建华逊色 林家姐弟都是高颜值 除此之外 站在林心如身边穿白色衣服的是她弟妹 看上去林心如和弟妹的关系也很不错 感觉两家人私下也是经常走动 据霍悉 林心如除了有这个弟弟外 还有一个弟弟 从林心如早期与弟弟的合影就能看出 身为家中长女的林心如和弟弟长得十分相似 都是圆圆的脸蛋 林爸爸林妈妈颜值都很高 长大后林心如和弟弟的合影也曝光过一次 只不过弟弟在成长过程中模样有了很大变化 不过和这次曝光的合影对比下 其实现在就是胖了一些 也比之前帅气儒雅了 从这次曝光的合影就能感受到 霍建华和林心如的家人相处得蛮融洽 私底下也是常常聚会 而且林爸爸也非常喜欢霍建华 在两人结婚时就曾对霍建华说 希望和他女儿以后互相扶持 好好过日子 也难怪霍建华婚后逐渐从工作中抽离 完全沉浸在美满幸福的家庭氛围里了 最近两人频繁放闪的次数有点多 在林心如杀青会上 霍建华就陪着林心如参加聚会 玩了两天两夜 还高调把林心如的贴纸放欣赏 而后霍建华林心如一家三口出行的照片也被曝光 女儿小海豚聪明可爱 个子也长高了不少 一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画面 着实让人羡慕 如今夫妻俩一人主外 一人主内 配合得天衣无缝 相信两人未来能始终如一地幸福下去 将甜蜜和温馨进行到底 一部还猪格格已经陪伴我们十多年了 每年夏天都会重新放映 让许多人津津乐道 成为许多人的记忆 不久前 扮演周杰和紫薇林心如的耳康被撕开了 因为剧中有很多粉丝掏出来的槽 包括周杰舍吻林心如的照片 林心如的粉丝们 骂跑去 还有路人参与其中 这让周杰不仁反击 爆料当年林心如和台湾的许多黑料演员 欺负大陆演员 然后人们开始倾斜天平 去挑选林心如黑色材料 林心如出生于台湾 她的父亲是个商人 她的家人住在小康生活 她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同而离婚了 但十几岁时 她就想要一个完整的家庭 父母离异后很多年都没有再婚 所以她尽量和父母和好 当17岁的时候 她帮助同学们在模特公司兼职填写表格 意外的林心如被星探发现 但当时家人不同意她进入演艺圈 于是林心如勇敢地和经纪人骗了学校 自己出去拍广告 事发后林心如也受到教训 但之前的广告让很多人认识了林心如 19岁时 她被导演赏识出演了校园赶死队 在那之后 她被琼瑶看到 登陆到公司 开始表演 她在拍摄第一部影视作品时 就知道林志颖 当时 两人因为拍戏而相爱 但林心如事业刚刚起步 琼瑶当然 她们是不允许谈恋爱的 但她们也躲了好几年 才有了地下恋情 后来 两人的人气逐渐上升后 林心如提出分手 感情 林心如也经历了起伏 与唐吉利在一起交往八年 由于对方劈腿 与林心如在一起 背着她闺蜜 有一次她很伤心 后来 她被称为老圣女 她的朋友和她相配 然而 她们相互理解了一会儿 发现她们终于没有打电话了 一定是唐吉利的太深 伤到了林心如和她的爱情节目 可见当时嘉宾 仁仲爱上了林心如 林心如是仁仲的偶像 她在节目中做了很多事情 也感动了林心如 但还是没能真正打动她的心 在那之后 她突然成为公众 并爱上了霍剑花 这对夫妇在公开仪式后不久 结婚并生了一个孩子 在婚礼上 她们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说霍剑花和她的两个 不是高兴在婚礼上 像逼婚一样 很多网友挖出了 林心如混乱私生活的素材 林心如和上帝 在很多人心中在一起 也遭受了很多虐待 但因为她曾经扮演过 尔康的周杰 也骂得很惨 在《还珠格格》播出十多年后 有人拿出了 周杰舍吻林心如 在剧中的照片 从那以后 周杰就经常挨骂 周杰扛了几年锅的人 突然在社交平台上 发出了声音 不仅要澄清图片 是一个角度问题 而且要对内地演员 在舍吻林心如 和台湾和香港演员的 开始时蔑视 甚至欺凌 导致许多人 一个接一个地骂林心如 林心如禁不住反击 但她的反应 很多人去捡林心如黑色材料 一些网友拿起赵薇喝水 用马粪 赵薇刺杀恶棍 很多香港和台湾演员 欺负大陆演员在拍摄 事情一直是爆料 林心如因为流血而被骂 一直是爆料 作为一个歌迷 她要求签名 但得到一句话 你有什么资格 很多网友和粉丝也评论 爆料说林心如性格不好 他们早就知道 很多黑人历史被炸了 林心如也说不清 也没有反应 毫无疑问 这是一部经典之作 里面的演员都向观众 展示了高超的演技 这是几代人的记忆 人们没想到的是 很多年后 主人公因为情节 被骂得四分五裂 无论如何 林心如给我们带来了 许多经典作品 也获得了快乐 期待她给观众带来了 越来越多更好的作品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 作品中的演员 霍建华跟林心如 被拍到出门游玩 女儿小海豚也共同前往 可能是太久没有看到妈妈 她一直牵着林心如的手 不知不觉 她已经三岁了 扎着两个小辫子 天真浪漫 看起来比同龄的孩子 更高一些 头顶跟妈妈的腰部差不多 而霍建华 难得没有把小海豚抱在怀里 只见她一人走在前面 依旧是老干部风范 一家三口的穿着打扮 十分低调 林心如的工作安排比较多 可能是为了弥补 怀孕期间没有出来工作的遗憾 再加上有霍建华带娃 她也非常放心出来拍戏 新剧 他们创业的那些事已经杀青 此前 网友还发现霍建华 竟然出现在剧组杀青的照片中 看来是特地去探班的 也顺便把完成工作的妻子接回家 而这张照片中的霍建华 穿了一件花衬衫 竟然还把印有妻子头像的贴纸 放在胸口的位置 这恩爱秀得猝不及防 在两人结婚的几年时间里 常常有他们情变的消息传出 然而当事人都没有发声 只是偶尔被拍到甜蜜的互动 直接打脸那些造谣者 虽然他们有了女儿 但并没有一切围着孩子转 偶尔也会携手出国度假 林心如还特意在丈夫生日时送上惊喜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他们的感情十分坚定 生活也没有受到外界传言的影响 霍建华不仅对妻子非常温柔呵护 对待女儿更是当作宝贝 几乎每次出门的时候 都要把小海豚抱在怀中 有时还忍不住亲亲他的小脸蛋 妇女之间的互动特别温馨 他还在采访中说过 不希望女儿将来进娱乐圈 会尊重他的选择 在林心如去拍戏的这段时间里 他还每隔一段时间 就带着女儿去剧组探班 其余的时间里则专心当个奶爸 似乎并没有想要工作的念头 你多藏三后 不希望女儿去拍戏 这段时间都会选择 她翻译了 我要先返回 未来和我们一起拍戏 我们一起拍戏 我们一起拍戏 我们一起拍戏